大批幹員來到汽車旅館房間內 直見嫌犯還在呼呼大睡 根本不知道已經被警方包圍 毒販被叫醒 來不及反應 只能夠乖乖配合調查 毒品安非他命及K他命咖啡包 供不特定人試用牟利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並報請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案件專案小組多日跟肩埋伏 發現劉賢未躲避警方查契 長期以萬華一代多家旅館作為據點 南岡警方繽紛多入 果然收出了2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 警方調查 這名毒販支撐是白蓮教 長期在大台北地區 涉嫌販賣毒品咖啡包 而且都是以萬華一代旅館作為據點 原警趁他正在旅館休息 攻堅逮人 也查扣了近200包的毒品咖啡包 市價將近40萬元 繽紛多入 此台北地方法院 及台北地檢署所合發之搜索票及居票 於萬華、永和及三重等處執行居體搜索 共查後留性及孫性主嫌道案 並起貨第三級K他命咖啡包195包 毒品K他命兩包 第二級毒品安菲他命咖啡包三包 K盤一組 毒品分裝掃一支 安菲他命吸食器一組 分裝袋四批 電子棒針一台 行動電話四支 筆記型電腦一台等犯罪證物 全案經調查後依違反毒品維愛防治條例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南港分局呼籲 為貫徹掃盪毒品決心 將持續加強茶系各類毒品 並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積極偵辦 全力打擊販毒集團不法犯行 暑假到了青少年在外面的活動時間變多了 警方執行青春專案 全力掃盪毒品 要還給青少年一個安全的暑期 防止他們誤入歧途 記者黃少民台北報導